本以為白色小貨車要左轉 但只見他車頭不斷往左偏 竟然匡當把耗直燈桿給硬聲撞斷 上頭電線瞬間掉下來垂在地上 而一旁目睹的機車騎士 更是嚇得頻頻往旁邊躲 但貨車駕駛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 開車逃逸 整個都根變成那個重新規劃變建地 所以就起起來起起來 就沒用了 沒用點了 他這個紅線也是要這麼多的 我們開11月開到現在就兩次了 兩次了 所以他這個算是 而且撞得很大力 當地居民抱怨這條路曾拓寬道路 但耗直燈卻始終保持在原位 結果太靠近路口 造成車輛轉彎時角度沒算好 容易擦撞 甚至有李明說一個月發生三次車禍 這次還直接撞斷燈桿 幸好沒有波及到原車 車主因分期付款的原 因分期付款無法繳納的緣故 因此將車輛交由車行公司移毀 目前正持續追查中 不過警方進入調查 發現白色護車車主 早就因為分期付款繳不出來 把車子還給二手車行 因此開車趙逃的人是誰 目前警方還在追查 不排除駕駛酒駕 只是耗置燈桿的位置 是否設置不當 相關單位恐怕也該好好調查 記者梁家文高雄報導